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曲 李宗盛 Monica 很開心 你和Marcom可以今天來我們這裡 和Marcom表演一下 我想你或許介紹一下 你自己和兒子 好嗎? 謝謝John給我們機會 我是Monica 我兒子Marcom 都很平凡的母子 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Marcom 是自閉症 一歲多就已經療癒了 而且不是輕可的 是moderate 一走出來就知道是自閉症 沒有語言的能力 說不出話 也明白不到一些比較複雜的詞彙 或者說話 所以她的溝通能力 接收能力很弱 我們就有一個共同的興趣 或者我的興趣比較大 就是音樂 所以我和她的溝通很多時候都是用音樂 我和她一起彈琴 加愛彈琴 大家在音樂上的交流 我想希望可以遇到語言上溝通的問題 所以今天John 多謝你帶我們來到這麼好的地方 讓我們母子都可以在音樂上的交流 多謝你 我聽過Marcom的彈琴 幾次琴 第一次聽她的時候 我真的很驚訝 她的能力是這麼厲害 但我現在也明白 因為她有一個媽媽 所以我可以知道她 但我想你分享一下 例如說別的父母 或者有同樣的子女 有這樣的健康問題的話 你有什麼提示呢? 多謝你John 其實Malcolm的音樂成績 比起主播者 其實是沒法比的 她當然有很多 自閉症上的功能 或者症癒 會影響到她的學琴 例如在很多方面 我待會可以再說 她彈琴的情況 所以她真的跟主播者 是比不了的 不可以比較 她在跑線的起點 已經是 後過人家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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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多時候 追趕不上去的 我覺得 剛才你提到我的問題 就是怎樣可以給一些 意見 一些 和我一樣的父母 有一個小孩 可能有自閉症 或者其他的 特殊教育需要 我覺得第一件事 就是不要放棄 我從來放棄 在我的字典裡 是沒有 無論有什麼困難 就想個方法去解決 我覺得這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必須的 如果想我們的小孩 是有進展的話 是必須的 就是不要放棄 幾困難 都是不要放棄的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不放棄之餘 就要去 真的要努力 說就很容易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你要記得這件事 我覺得各位家長 朋友們 記得這件事 其實 不要放棄和努力 我明白是很困難的 就是 立個目標給大家 或者立個目標給自己 按照目標行動 我給Malcolm的目標 就是 他可以彈到一些 我想去彈的歌 所以 最初的時候 可能彈一首歌 是需要一年、兩年 因為他不懂得看譜 所以我們那時候 是怎樣彈琴的呢 就是 我有一位很好的老師 我經常思義 他也是特別需要的 我經常思義 他也是有特殊的教育需要 因為他是一個 和我一樣很堅持的人 是不放棄的人 他教Malcolm的時候 他見到Malcolm 就覺得 真的搞不定 這樣的態度 但後來我就 用我的誠意感動了他 他最初是不教的 我便說 不,你再教我 我比較容易教 他來教我 我還要我去接他 我開車去接他 教完之後 我又想他送回家 就會斟茶、沙發蛋糕 當然是一些不太貴的蛋糕 少許的蛋糕、蛋撻 令他感受到我們對他的誠意 我真的很想去教Malcolm 他真的教了Malcolm十幾年 我們的目標就是 他要學到琴 最初 這位是男生老師 他好像跟他玩叔叔 因為他經常動來 他就要按著琴 因為他不懂得看譜 於是他用一隻手指按著琴 按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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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PLE 每一есь一個時間 每一課 每一時候 一星期就会通過琴 反正間 為何 neighbourhood 每一堂一 Julia แต於思考 一課 都會通過琴 由我的附近 會不會� Crisp 或選擇 這就是我幾個對自己和兒子的要求 有可能其他人或家長對另一件事 除了音樂 他們都可以經驗分享給小孩 讓他們的生活中有些喜歡做的事 這會幫助他們很多 其實鋼琴是一個小孩的藝術生命的人 是一個比較困難的 因為他不只是自己做 並不是一個自己想怎樣畫的範疇 因為古典音樂有很多規範 很多東西要遵守 所以古典音樂是比較困難的 如果各位家長想找一個比較容易 其實就是例如畫畫 因為我自己是畫畫的 我是一個少有名氣的畫家 畫畫對他們來說很好 或者是運動 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的 超級的活動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豐富他們的生命 我覺得除了他們真的要讀書之外 如果能夠讀書之外 其實這些活動是對他們的生命更多的色彩 還有可以用到我剛才所說的就是 不要放棄、努力、家長的熱情或熱誠的參與 其實都是能夠幫助小朋友 在他們的生命上加了很多分 是的 我很贊成 而且我不是專家在這方面 但是有可能給他們多些機會 他們有嘗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他們有可能對某件事是有興趣的話 就變成可以走那條路 絕對 無論是SEM或是Mainstream的小朋友 也是 給他們多些嘗試 讓他們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找到自己的強項 朝著這個強項發展 其實就是成功 是的 好像音樂一樣 古典音樂是一個 好像你所說的 非常難的 但是有些音樂是比較容易接受 玩也比較容易 我想最重要是他們開心 所以每天有時間放在那些開心的東西 對他們的成長都會有幫助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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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選了一首歌 就是彩雲追悅 我剛才已經彈了給John聽 Malcolm仔彈了給John聽 Malcolm在學古典音樂的過程中 其實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令Malcolm有進步 因為他們自閉症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對很多方面 我剛才說的 跟Mainstream的起跑線不同 他們是差很多的 第一 就是他們對節拍 拍子 是很弱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對時間的觀念是沒有的 他們不知道一分鐘和一秒鐘的分別 時間的觀念 他們對空間的觀念是很弱的 所以你跟他們說的 那首歌的快慢 對他們來說 那一段要漸慢 或者漸慢 或者漸快 其實是不能掌握的 完全掌握不到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感情 你叫他們彈得激奧一點 他們也不知道什麼叫激奧一點 我叫他們彈革命練習曲 小邦革命練習曲 要有革命精神 什麼叫革命精神 對他們完全不知道 他們的生命中 可能是快樂和憂傷 這兩個比較直接 可以感受到 其他就是感受不到 或者做不到 這也是 還有一件事很難的 就是他們左右手的分手 他們的底線很弱 所以他們不能彈到左手強、右手弱 左手弱、右手弱、左手弱、右手弱 他們是做不到這件事 做不到一隻手彈 一個、另一隻手彈 半咒這件事 他們經常都是 兩隻手弱不大力 或者兩隻手弱不小力 所以這幾件事 在古典音樂裡面 是很難可以做得好的 即是給一些SCN的小朋友 所以我其實是很長大 我選了一條很難的路去走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我就有一點和我一起 邊學邊做 我最初去彈的歌曲 主要是彈一些很技巧 即是很快 彈完就算了 沒有很多感情投入的 都可以的歌 例如蕭邦的二集曲 例如蕭邦的練習曲 對他來說比較容易是技巧 我會彈一下練習曲之後 我就突然覺得 可以彈一下蕭邦夜曲 夜曲就是expressive 即是讓他彈蕭邦夜曲的第一首 這首歌開始要在心裡出來 就開始要學Ruberto 要自由拍 這就是他由一個很technical 轉到比較expressive 和可以彈到自由拍的Ruberto 在這首歌上他真的可以彈到 為什麼可以彈到呢? 其實也不是一刻彈到的 其實是媽媽 即是我 或者她的陪彈老師 即是我 要知道那首歌 我想怎樣彈 然後我會跟她練 一千次? 一萬次? 即是將我想要的節奏給她 我會跟她逐句逐句 逐個巴 將我想要彈的自由拍 彈一下之後 然後彈了一千次 五千次之後 她就將那些我給她的東西 她就自己融會了 變成了自己的東西 由這個開始 她就開始知道什麼叫漸慢 漸快 漸快 開始就有一點點掌握 我們今天彈的草人追月 其實就是將這些做的pacing 做的tempo 再加上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中間的 將自己的左右手 因為其中有一段 是左手是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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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才可以做到 還有中間有很多 我以前跟Malcolm 一直去上協康會 協康會的OT 即職業治療 學到的很多技術 我都用在這首歌上 例如怎樣可以令她的手弱一點 就是捉住她的手 拉著她 讓她不可以用力 然後她就覺得 原來這樣叫弱 但其實這個做法可能是要捉住她的手足 一個星期 甚至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可以令她對琴觸的強力 更大力和更小力 她有自己的感覺 所以如果媽媽 或者她身邊的陪壇 或者老師 沒有這樣的熱情 或是熱誠 是未必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教一個小朋友 我明白 但是你的熱情 以及你的心思 我真的很佩服 Malcolm只有22歲 但是他可以跟Hong Kong Full Harmonic一起演出 這些事情 很多人都想不到 還有如果他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我真的很感謝 我現在走過來 和你們一起 多謝你參加我們的表演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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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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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你 多謝 我們 你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